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过我们要提醒很多中国人 到日本开车你得有驾照吧 我们中国今天的驾照实际上没有跟很多国家签约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不是国际驾照 咱们这个驾照在日本国内是不认的 以往节目我们跟大家讲过 说你要获得一个国际驾照 有多简单呢 其实也不难 有很多旅行社今天就打这个主意 它可以送你到韩国去 因为韩国考一张驾照是很方便的 有的旅行社报价了 大概就七八千人民币 送你到韩国玩四五天 上午旅游 下午练车 凌远走了一考试 保证你获得一张韩国颁发的国际驾照 你如果真能拿到这张驾照的话 你到全球大部分国家 你是可以开车的 这个没问题 可是有的人觉得 你到韩国去考张驾照 不太值得呀 花这么多钱 所以大家就打起了七大的歪脑筋 大家知道吗 咱们中国办起假证的功夫 那可是天下一流 所以很多人就想了 有没有可能搞到一张假的国际驾照呢 还真有 如果头半年 您到一些电商网站去搜索的时候 直接就给你搜出来了 某些个国家颁发的驾照 现在这个已经非法了 所以人家店主也隐晦起来了 你如果想弄驾照呢 人家给你提供驾照的服务 实际上还是帮你买驾照 怎么买呢 大部分的卖家 会帮你买所谓的菲律宾国际驾照 因为菲律宾人家是签了协议的 菲律宾国内颁发的国际驾照呢 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都承认 日本也承认 所以有的淘宝店家就跟你讲 你如果想搞一张能到日本开车的驾照 你只要把你的身份信息啊 相片提供给我 再花个两千多块钱 我就给你搞一张真的菲律宾颁发的驾照 以往经常有这种事啊 一个中国人拿着中国的护照 拿着菲律宾颁发的驾照 到日本去租车 以至于时间长了 日本租车店的员工都发现猫腻了 一看哎呦你这个驾照大概是上个月才颁发的很新的 你这个护照根本没有显示你去过菲律宾啊 没有菲律宾海关的出入境记录啊 那你是怎么隔空取得的这个菲律宾驾照啊 这当然是假的了 人家菲律宾人也不可能给你办一张真的驾照 人家也是取得了你的信息之后 给你制作了一张假的菲律宾驾照 只不过做的很精凉啊 跟真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普通人是分辨不出来的 日本相关部门统计啊 今天在日本很多热门旅游地带啊 有超过20%的中国人是自驾的 是要到日本去租个车的 他们就想中国人从哪搞到了这么多的国际驾照 所以从现在开始啊 日本国内对于国际驾照 也开始加大审核力度了 很多租车店的员工都已经经过相应的培训了 能够识别一些制作的比较粗烈的假驾照 而且人家日本警方还提示啊 你拿着一个假的国际驾照 如果你这个驾驶水平还不太高的话 一旦在日本境内发生了任何交通事故 咱都甭说伤人啊 哪怕是伤车 即便你这个车是有保险的 可是你拿着这个假证啊 你等于是无证驾驶啊 那么所有的损失都将你来承担 所以啊 我们提醒很多要到日本旅游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把咱们这条假证思维也带到国外去啊